我这天天在外边挣钱 省吃俭用的 那一分钱都攒不下 这钱都花哪去了 那以后咱俩挣钱 你花你的我花我的 你说那你说一句话 你过来管那些玩尬 那你就直接说得了 咋的 想隔人挣钱隔人花了 那我来家一物奉献 我还得白搭 我没有事还得陪你 四腿拉胯 绝这瓦定的 咋的 我缺祖宗了 还缺女子了 这假如只要一提到钱 你就说 是 钱都是你挣的 那我来家带孩子 咱俩是各尽其责 你别一天天的 老因为这钱是你挣的 那也有我一半的功劳 不是你在养我 你再说了 你换个位置想一想 那如果你在家带孩子 你未必比我带的好吧 我如果出去挣钱 我也未必比你赚的少 你别一整啊 你就想给就给 你不想给你就跟我俩TAA的 那怎么呢 我来家 那你说我怎么闲着了 那饭我不得做呀 你脱了那脏衣服脏裤衩子 我得不得给你洗 你跟他俩那一日三餐 我要不做怎么 西北风能给你刮进来 要没有我来给你解决这后顾之有 你拿什么去赚钱 你能赚的那么小的吗 你别一天天跟我俩逼着绑了你啊 把你都羊毛完了这一天 你看你生孩子给我妈急的 那你是你妈的贵女 那我妈不也心疼你吗 再说了 你给我家生孩子 那你说我妈心疼你 跟你妈心疼你 那不都一个样吗 是一样一样的 要我说有的儿媳妇哈 你说你们怎么能总挑婆婆的礼呢 那怎么能说婆婆 跟着妈就不一样呢 哎你们想想就在生孩子的时候 那婆婆是多理智冷静 有主见的 对不对 当大夫问说你们家呀 是同意抛还是同意顺的时候 婆婆是最能帮咱们拿主意的人 人直接就说了 能顺就顺 顺产呢 对孩子好 对吧 那当妈的能行吗 就告诉大夫了 不行啊就抛吧 哎呀能让我姑娘少遭点罪 比啥都强啊 你说你多少 是不是沾点这瞎操心啊 那来古代 哪个不顺产呢 你再就是生孩子进产房那时候 因咱老婆吧 那真是稳如泰山的 往那一坐 时不时的还能搂一觉呢 这说明啥 咱老婆吧临危不乱 对不对 那就是干大事的也 那当妈的能一样吗 这家伙哭哭啼啼的就来那门外呀 当孩子生出那一刻 咱老婆蹭的一下就穿那病房去了 哎呀 那家伙乐的啊 那嘴都来到耳朵压子了 哎呀妈 那咱的妈啊 就俩眼通红的 来你的床边啊 哭哭啼啼的问你啊 疼不疼 你说吧 那生孩子哪个不疼啊 你问你多不多余吧 你再就是生完坐月子的时候 咱老婆吧 为了让咱们老一结合 那根本都不用给你带孩子 当妈的能行吗 一手都不让你伸呢 恐怕你啊 闹些什么月子病 哎呀我的妈呀 你说吧 哪个女的不生孩子 你是不是有点太矫情了 所以说啊 咱这婆婆 才是咱们人生道路的领路者 那当妈的哈 只能是阻碍我们成长的 你说对不对 啊对不对 对不对 对不对 媳妇 我出去一趟啊 晚上我不在家吃了 哎老婆 你去哪儿 饭都不是的 这不哥们儿 杠着头两天把婚礼了嘛 咱们儿搁几个晚上出去 嗨屁一下 乐呵乐呵 哈哈哈 老婆 你听我的啊 你赶紧给我咋做 都是些什么玩意嘛 咋好意思说出口啊 啊那叫离婚呢 还好意思说乐不乐吧 你们都多损啊 这群大老爷们 太损了吧你们 哈哈哈 你赶紧就过来家待着 咱们都必须去 嘖 那用点啥呢 还用点啥 来吧 我就跟你捋一捋 我问你上个月是不是大宇 刚把婚给离了 嗯 哎紧接着这个月又多了个港 还有来着那个上半年 那个大麻子叫什么玩来着 他是不是把婚也给离了 嗯 你听媳妇的 你离他们趁早远点 别时间长了 把你都给带票偏了 咱得把婚给离了 不能吧 你老公啥样你还不知道吗 老公 你啥样我肯定相信你 但是你的圈子我也知道吧 啊 一个个的都不误正义 除了吃就是喝大酒 啊 到点的我要是打个电话嘛 都不乐意 干嘛呀 都关注你一些什么事啊 全都是负能量 你赶紧离他们远点 你说的也是啊 我跟你说你别生气啊媳妇 嗯 头两天我哥们跟我说 这杠子把婚也离了就差我了 嗯 告诉我让我抓点紧 说要不然我们哥几个天天在一起喝酒啊 这左一个电话又一个电话得发杠 你干什么啊 把电话给我 我把他全部都拉去 都是一些什么人的 要我说明明 我说到底你们这些女人不就喜欢棒大婚 喜欢大恶吗 你那嘴是不是打麻药了 自己说啥怎么呢 控制不住吧 你为什么总拿钱来推卸责任 不正面解决问题呢 就因为你穷 完来别人都得拿你当天王老子给你供着 你就愿意吧 那咋的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你俩过不下去了 你是不是就得跟全世界的人说 我抱着大管了 跟大哥跑了 我咋的我跟俩过这么多年了 我什么为人你不了解吗 你说吧 我是那贤贫爱富的人吗 我从跟你结婚的时候 你家一分钱彩礼都没给我 你家穷的是叮当滥响的 我脑子里面我但凡有点贤贫爱富的那根鞋 我长点脑子我能能跟你过 你说吧我现在跟你俩过的这是啥日子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有过一句抱怨的话吗 我觉得咱两个人真心相对很重要 咱穷不怕 只要咱两个口子踏实肯干 早晚都有翻身的那一天 可现在我就发现了 你不光人穷啊 你还心穷 我只要买点贵的东西 你就说我凶如心强 但凡我来你面前提钱 你就觉得我是在讽刺你 你说你在我面前做过这么大点的小事啊 你都会反复的提起 而我呢我为这个家里面我付出那么多 我在你眼里成了理所当然的 人穷不可怕 心穷才吓人的 因为他根本就撑不起这个家 因为在心穷男人的眼里啊 女方只要要彩礼 哎就是卖姑娘了 要是不要彩礼 那就是这个闺女不值钱 所以说哈如果有一天啊 我要是受尽委屈选择离开 你肯定会跟别人说啊 我先别爱父了 哎我现在啊就是这么回事吧 为了孩子 我选择内心强杂 哎反之呢 你怎么想我 你认为我对你不够温柔 你说你啊都土埋半截这么大岁数了 你还一事无成呢 你怎么就不自己反思反思呢 你一天老统治铺玩儿有啥用啊 他能挤几个钱 啥玩儿有用啊 啥玩儿值钱 摇钱树值钱 你咋得你有苗啊 你一天啊 不会说话 你就少吃豆得了 别来这工俩瞎放屁 我想买个矮炮 你给我拿几个钱 我看你像个矮炮 我想给你那么一垫炮 你还矮炮呢 不你看看我这浑身上下哪块就值个矮炮 你等我晚上睡觉你不行你给它挖出去 你告别你现在着急 那我就给它去吃两瓶一瓶药去 你这打没打农药啊 你就这么给我了 你吃不吃 没打 你要愿意吃的话你就个人去夹去 这家伙一天啊 把你整的啊 扒扒的不吃辣的 我感觉吧 这银啊是真挺矛盾的 想吃还害怕 那不叫矛盾 那叫毛病 都知道抽烟伤肺 还都比那谁抽的烟贵 都知道喝酒伤身体 你等到谁家请说要没酒啊 你还挑他理 都说着丑媳妇尽利家中宝 你等找对象的时候 还专挑那尊的找 这就是毛病 你说吧同样那俩老头 一个手赚五十万存款的 他就活不过这一个月开五千的 那是为啥呀 一个是怕你死 一个是怕你死 哎这个就是现实 见家门可不像好人的 哈哈哈 我遗兰 他们也要垂直 那时候 他们也要高见